喂 师傅 该出来了 这东西看着还真是不错啊 嗯 有人叫我 那我还是勉为其难地出去吧 他刚刚好像往这边跑了 师傅还真的往那边走了 也不知道师傅最近到底在干些个什么呀 整天待在房子里面 让我来看看 哦 原来是这样啊 也难怪 看来我在师傅面前展示我的机会来了呀 哈哈 真是太棒了 我这就去啊 哎 这小子到底跑哪儿去了 哎呀 差点就和师傅撞下了 要是被他发现了 那我肯定是去不了了 还好师傅为了那东西心不在焉的 先来准备一下 呀 没想到这么快就到晚上了 这东西也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现在也该出发了 对了 关好门 趁着夜色出发 明天早上应该就可以到了 没想到还真的到早上了 不过好在到了 真不知道师傅为什么还要考虑那么久 这有什么不敢来的 嗯 咦 前面这些是个啥呀 浑身长得利不利臭的 哦 我想起来了 这是师傅说过的僵尸 那东西应该住在那个金色的箱子里面了 不过 这里有这么多的僵尸 我还是走这边吧 我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被发现吧 哎呀 我前面怎么有一个僵尸啊 看不到 我看不到我我是空气 哈哈 宝箱我来了 先爬上去再说 不过这些个僵尸还真的没有看到我呀 我还是拿的东西赶快离开吧 还是把绿色的宝剑 别说 这师傅的眼光还真是独特呀 哦 我从他们身边过去都没事 这些个僵尸不会是些个摆设吧 走喽 哎呀 还真是不容易啊 都走了两天两夜了 终于到了 喂 师傅 你快下来呀 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 咦 这小子这两天跑哪儿去了 下去问问他 喂 你这小子跑哪儿去了 来 给你个你想要的东西 哦 原来你是帮我去取这个回来了呀 不愧是我的好徒儿 哼 我这才出去几天 没想到宝剑就被偷了 看来一定是那个黑衣人干的 不行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得去想想办法 你们也是 这么多人看不住一个箱子 真是的 幸好我早就在村子放了秘密武器 便是时候派上用场了 快 快点跟上我 我刚刚听到了一阵爆炸声 我刚刚也听到了呀 啊 村子怎么 看来只能重新修建著作了 我得来砍几棵树 准备一些武器 要不然那些僵尸来了 那可就遭殃了 差不多了 先回去吧 说不定僵尸什么时候就来了呢 嗯 你刚刚干嘛去了 没事就帮你弄了点材料回来 哦 哼 终于到了 喂 我劝你们快点把东西给我交出来哦 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呦 别说 这门做得还挺不错的啊 没想到他们真的来了 还好师傅已经帮我安排好了 真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假如他没有聚会保健 应该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吧 不过说什么晚了 还是做好营战的准备吧 对 直接冲出去肯定是不太可能了 得想个办法绕着他们的后边才行 呦 没想到他们还想踩一只岩浆过去 啊 不好 被发现了 他在那儿 快点抓住他 哼 就凭你们 啊 不好 你们来的人也太多了吧 看来我得一边撒一边反击了 我警告你们啊 不要靠我太近 要不然可没你们什么好果子吃 我都已经说 还便便不听 这下子轻松过来 看你们以后还赶不赶来了 呀 变天了 先回去再说吧 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门口的僵尸怎么一个都没有少呀 不 前面也有 看来我是只能起山且退 快呀 他就一个人 咱们加个劲 马上就能把他拖回去 好像老大交差 看来用劲是没有什么优势 这下子就轻松多了 他们人不多了 该用劲了 这下总算是没有 不过 跟他们缠斗了这么久 叔叔有些累了 先去休息一下吧 我还真是没想到啊 他竟然这么能打 这段围墙属实太阳事了 不过也没有太大关系 趁前在睡觉 我这儿放了这么多TNT 这不得把你给炸上天啊 终于把宝剑拿回来了 对了 那个徒弟还没收拾呢 哼 没想到你已经乘人之位 把我师父给炸了 我要找你报仇 不是 你叫我啥呢 谁叫你偷走了我的宝剑 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 拜拜